我在乎姐姐 我不想姐姐被欺骗 所以我想了很久 还是想告诉你 薛薛哥哥 一边跟秦云然姐姐暧昧不清 一边又不肯放过姐姐你 我 张子晨 你说什么呢 谁啊 我 休息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个我 没关系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这 这 什么情况呢 休想你啊 这 这么刺 刺激吗 想 想想 看 看看去呗 休想 你要干什么 你说我 倒是你许明显 你今天过分了吧 休想 你还说我呢 你这么恶毒 装什么暖男 你这太美和可爱 也站不上什么边吧 受不了你退出节目啊 你怎么不退出呢 我 我来给你们送任务卡 我来给你们送任务卡 顺便代表节目组来问问 没出什么事吧 没出什么事吧 修过我没得你爸爸给你扰功吧 他敢 家暴 姐妹 家暴却有零次和无数次 擦亮你无知的双眼啊 你别管我 任务卡给我们吧 在我宣布任务的过程中 你们有什么问题 随时可以问我 明天第一次约会 你们两个异组 在私人影院看电影 期间要完成四个任务 第一 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带便当 并亲手喂对方 你们 谁想做便当 我来 好 第二 谈各自的感情观 并互相认同 第三 长久对视 修启阳给许明星整理发丝 任务这么具体的吗 我还嫌弃你呢 第四 做出一个亲密的肢体接触 像是 抱上啊 亲上啊 亲上 你俩别 别动 等 等三秒 三 二 一 一 收 收 收 起 看 经过今天的单独约会 对对方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今天很惊喜 深入了解了彼此 看到了明星 可爱的一面 你把许明星踹过那叫播出来 让大家好好看看 她是个多么彪悍可怕的女人 免得让外面那些无知的男人 上当受骗 没什么新人许 今天感觉到修启阳 是一个很暖的人 很贴心 天天让我说 那个狗东西是暖的 这么厚惨 不出三天 我就能憋死在这儿 我天天说这么多黄话 我会天打雷劈了 老板 陆导 你不是说不能集体约会吗 集体约会才能搞得像人 我们还能包办婚姻吗 包办婚姻 小小 你这想法很危危些 不是不是 我不是 不是 什么不是 机器才能搞对象嘛 是吧 陆大尔 启阳 能帮后背涂一下防晒吗 我够不到 启阳 能帮我移一下太阳伞吗 太阳变方向了 启阳 水不冰了 启阳 启阳 休启阳 暖男为什么就不能拒绝女生的要求呢 我是暖男又不是中央空调 节目组是不是对暖男有什么误解 启阳 该补防晒了 明星姐姐 你去那边 我们打 过去 昨天还跟我约会 今天就对轻易人献殷勤 明星姐姐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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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好机会啊 明星姐姐是不是因为启阳哥哥分神了呀 其实我不想说的 但是我在乎姐姐 我不想姐姐被欺骗 所以我想了很久还是想告诉你 旭旭哥哥一边跟秦月人姐姐暧昧不清 一边又不肯放过姐姐你我 张子晨你说什么呢 好样的杨哥 果然和我有默契 敬得真及时 旭旭哥哥 我不能再替你隐瞒了 这样太对不起明星姐姐了 而且月人姐姐还特别喜欢你 你这样脚踏两只船 对他们都太残忍了 你说谁脚踏两只船 张子晨 姐姐我是不是惹雪雪哥哥生气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的 把手给我松开 这细行有进步 他是你不能吃 张子晨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我怎么脚踏两只船 好了 修琪啊 他只是关心我 说得过激了些 但也没什么问题 我替他向你道歉 你替他道歉 修雪哥哥 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生气 哥 差不多得了 什么差不多得了 张子晨 我警告你 我怎么对许明星 那是我的事 用不着你这个外人来评价